极地地区的盟主 地企鹅 地企鹅是体型最大的企鹅 它们身高一般在90厘米以上 滚得好还能长到120厘米 体重可达50千克 成年的阿德利企鹅都为它的宝宝大 胖乎乎圆滚滚 走起路来左摇右摆一缺一拐 全身装束朴素牙齿落落大方 很有帝王风采 它们在兵面上是行动吃缓的小胖盾 时常还会打滑 单到了水里完全换了一副模样 伸手脚健如飞蛙 坠得上鱿鱼 潜得了深海 最深能潜到550米的水底 比起22分钟 另外地企鹅是出了名的一副一气质 它们夫长夫随 共同育儿 每年雌性只剩一个重500克的蛋 产完蛋后便交由雄企鹅富裕 交接过程很小心 以免变成冻蛋 之后此企鹅便要前往海洋密室补充体力 而负责富裕的雄性也要经历4个月的近时期 会失去接近一半的体重 期间还要抵御零下60摄氏度的暴风雪 等到小企鹅快孵化时 此行企鹅要回来替换雄性去觅食 然后轮流出海捕捉鱼虾贵羊幼崽 要是在捕食途中出现小失误 很容易被虎精捕杀 或者为了省时间抄小刀 也很容易被劳力海豹给逮住 等企鹅宝宝5个月之后 企鹅父母就回外出 鼓励单身企鹅照顾众多幼崽 企鹅幼崽便和友情友谊的大冤种 阿德利企鹅跌跌撞撞的长大 这样一只极地萌鹅 你爱了吗 阿德利企鹅